我是我的敌务,我是小猪。 蝴蝶人一个投球,棒球咻的一声朝对面飞过去,其实这个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,一支出兴奋的大喊,太慢了,说着手机两个棒球棍就准备应急,看半大爷轰出拳雷达,只见他用了一挥,没想到那球竟然悠悠的改变了行进方向,躲过了球棒,啪的一声被以黑接住,一旁的探子狼扑地喷出一口水,震惊到,竟然是蝴蝶球。 蝴蝶球,不旋转的超慢速变化球,危机会向蝴蝶飞舞飘忽闻名,原来这么厉害,右下角给小猪的视频点点赞呀,谢谢。 一支柱不满,头上抱起亲戚,举着棒球棍直向蝴蝶人,大声骂道,可恶,飘来飘去的,阴险矮子忍。 蝴蝶人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,他黑着脸威胁道,一支柱,比赛完,到蝴蝶屋后面来。 他画间又是一个投球,一支柱用两个棒子捂得狐狐生风,本大爷就不幸达不到。 没想到,这个球又满油油的,从那棒球棍之间穿过去,啪的被一黑接住。 裁判玲蝶走进刺盘,回棒落空,一支柱起疯了,头顶上帽的火把帽子都给冲开了,面具内的鼻子穿着粗息怒吼。 畜生,下一球本大爷绝对会打中,可惜,裁判玲蝶刷的一下出现,叛刀,死阵出局。 一支柱沉默了,看着他,玲蝶解释道,你拿着两支球棒,所以算会空四次。 一支柱下去了,现在就需要其他人上场,本来是该我去圣翼上场,可是,圣翼太松了。 这边,炭治郎拉着他的裤腿,准备把他拉到场地上,山翼,换你打击了,加油啊。 可是山翼拼命抓着地,不叫他拉走,哭着说,不要啊,我不想上场了,主的球怎么可能打得到。 一支柱在旁边恨地不成钢,站起来,山翼,把球棒拿好,说着把球棒递给他。 忽然,迷豆子在一旁,刷的就起一个牌子,上面写上加油两个字,最厉害急急忙忙发说, 嗯的声音,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。 果然,山翼看见了被可爱的不能刺激,激动地说, 你,迷豆子妹妹在帮我加油。 有了喜欢的女孩子的加油武器,果然,山翼拂好棒球帽。 手握棒球棍,直指对面,并大声说道, 看着我吧,迷豆子妹妹,只要有你的爱,这算不了什么。 结果,山翼刚放完话,对面的蝴蝶人就微笑着看着他。 很敢讲吗,我气对是。 身后还有其他几个柱的前影,相当恐怖。 瞬间就把刚刚建立好信心的山翼给吓破蛋, 他抱着棒球棍拼命道歉, 我错了,对不起,我不想死啊。 比赛开始了,两个好球后,捕手没接好, 山翼咚的一下,竟然打偏了蝴蝶球。 场外的探知狼大喊道, 山翼,是Boss三阵,快跑呀。 山翼立马撒开腿就跑, 一边探知狼还在场外指导大喊, 一定要在球传到一类前上了呀。 身后的仪黑已经捡到球, 并呼的一下踢出去, 球速度飞快,已经超过山翼了, 这边山翼急得满头大喊, 站在一类位置上的不死川, 看着近在咫尺的球大笑道, 哼,别蠢了, 人怎么可能跑得比球快? 一旁的雨随意露出自信的笑容, 在这关键性的一刻, 山翼一个雷之呼吸一之行, 霹雳一闪,身形化作闪电, 轻刻间便完成了跑上三垒, 不死川和雨随的笑容凝固了, 也是,都能打蝴蝶球了, 似乎用呼吸也没什么问题。 这边的头球手换了人, 这次是炎柱, 练义袖手狼, 这间袖手狼燃起满腔热血, 指着对面的探知狼大喊, 早门少年, 跟我来一场燃烧斗志的对决吧。 探知狼也被袖手狼的热情点燃, 大喊道, 请多指教练义先生。 这间袖手狼飞制一个球, 动作幅度, 大得连帽子都飞了, 这饱含袖手狼热情的一球, 居然燃了! 探知狼齐风敌手, 立刻惊呼, 这就是炎之呼吸, 说着就摆好棍棒, 准备硬气。 好啦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, 下一期, 探知狼能够接触另一大哥的火球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, 喜欢鬼滅之刃的小伙伴, 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哦, 爱你们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